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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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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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顺心啊 真的 来 雪玲 来 送给你的 这可是老太太的镯子呀 你给我小心点 怎么了 现在雪玲怀的是齐家的孙子 是是是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可要小心地伺候 伺候不好我饶不了你 好好好 谢灵 以后啊 想用什么吃什么 直接找人到公司里去拿钱 给 谢灵 老爷对你多好 还不愧谢谢老爷 谢谢爸爸 哎呀 谢什么呀 快坐下 老爷 你坐这儿 好 走 要小心身体 我会的 老爷 吃早餐 自己姐妹就不用客气了吗 哎呀 不好意思 早上啊 来了几拨送礼的 还没来得及收呢 姐 你婆婆在吗 在 在楼上念经呢 自从知道我怀孕以后 她每天啊 都对着观世音菩萨 念几遍经 说是保胎的 那我们需不需要出去说话呀 没有关系 我呀 都跟她说你们俩要来 她没说什么 哦 坐吧 少奶奶 你的营养汤 放下吧 我一会儿再喝 大姐 你还真有少奶奶的样子 我本来就是嘛 洗手机在哪儿 小姐 我带你去 哦 嘉玲啊 听说 张莫白犯了命案 真的假的 嗯 你也听说了啊 哎 这报纸上啊 都是这么写的 是齐老板告诉你的吧 我公公他啊 从来不在家里说外面的事情 嘉玲 要是张莫白真的被关起来了 那怎么办 你得为自己打算打算 姐 你就安心养胎吧 这些啊都是记者在胡说的 说是这么说 毕竟影响不好 我呀 最近正在想 我要是真的生一个男孩 那么保龄的学费 就由我来自助吧 这样 你也可以多条出路 不用非和那个张莫白 绑在一起 姐 我跟你说了 我现在是为银行工作 并不是靠他养我 你真的认为 可以像男人那样 在银行工作 嘉玲 别太天真了 张莫白 不可能真正信任你的 哎 保龄出来了 哎 来过来 哎 保龄 哎 要不我们先去吃饭吧 好啊 进来 老板 你总算回来了 最近水荒严重 政府已经限制了工业用水 这么下去 工程进度肯定赶不上了 先让工人们停工两天 把水分发给大家 发给工人 先保证大家的生活 其余的事情 交给我来处理 知道 谢谢老板 齐老板请喝茶 张老板最近这么忙 怎么有空约我喝茶呀 听说齐老板家里有喜事 我也想要喝酒 我也想沾沾喜气啊 我也想沾沾喜气啊 这个你也听说了 我齐满轩要抱大孙子来 我最近心情不错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是这样的 我的工地被人停了水 不知道齐老板有没有听说 哎呦 张老板的工地 开工不过一个星期吧 是啊 这可是政府支持的项目 嗯 有本事停我水的 全香港也找不到几个 所以我今天必须请齐老板 喝杯茶 问问您有什么打算 哎呀 我的打算 张老板 张老板 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想加入 张老板 向来说乌村计划是个大好事 你不会阻止我做好事吧 啊 哎呀 在这说了 张老板为了这个项目 你的东亚信托银行 已经背了很大的包袱 听供一两天可以 要是两个星期呢 两个月呢 哎呀 张老板马上就要进法庭了 对这个项目的声誉 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 看来齐老板的确很喜欢这个项目 我很少见你对一件事情 花那么大心思 费那么多周折 是 我是很喜欢这个项目 哎呀 我这个人 有个很大的弱点 就是 我很烦人跟我争 张老板 这样 你呢 有两天的考虑时间 如果让骑士加入 我保证 你的工期一天都不会耽误 我知道金水灵背后有你 其货可举于利润自然就不同嘛 我是商人哪 哈哈哈哈 这笔买卖是稳赚不赔 怎么样 我可以考虑 让你加入啊 对不起啊齐老板 对于我而言呢 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交易的 更何况我也不相信 你能吞得下 全香港的水 哎 来了 请问陈小姐在吗 小姐 有事吗 陈小姐 老板让我送水来了 麻烦你们了 帮我谢谢张老板 哎 李妈 带这位先生去储藏室注水 哎 来 请问林警官在吗 我找到有事 哦 没关系 我再打来好了 小心点啊 哎 哎 你说我们这个年龄 能跟那些二三十岁的人去急吗 怎么急得过呀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哎 要不明天我们再早点去 还早啊 今天五点就去了 排了两个小时都没抢到水 哎 哎 爸 妈 我给你们送水来了 啊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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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又去排队了 啊 不是说了吗 等我回来再去 等你回来早就没水了 哎 我们都几天没弄上水了 哎 哎 夏秋啊 要不然 我们到黑市看看 那怎么行 我们正在打击黑市呢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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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妈 嘉琳啊 你怎么来了 我怕你们没水喝了 走吧 跟我下去提水 啊 你是来给我们送水的啊 你来干什么 夏秋 你怎么这样对嘉琳说话呢 他是专门给我们送水来的 我不会答应你那件事的 你找好人没有用 随便你这么说 姑妈 走吧 哎 去吧 来 姑父 小心点啊 谢谢啊 来来来 谢谢啊 好 走 哎 哎 哎 他的水我们不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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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啊 我不是来收买人心的 你小妈是我亲姑姑 我们都姓陈 我帮忙有什么不对啊 我现在是警察 你这样总是在贿赂我 我没有要你回报什么 你多心了 走走走走走 来 来 陈秘书啊 书长在吗 又去新加坡了 好 那 那麻烦书长回来的时候 通报我一下 好 谢谢啊 进来 老板 这是齐老板的人送来的 好 是 你 你 你 哪 哪 就是 我 哪 哪 你来了 明天开庭我怕你担心 明天就要开庭了 万一满温豪不能及时赶到怎么办 顶多时间拖长一点 我不怕 这么多年来 我做人做事的原则 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如果是老天爷要我输 我也争不过 就算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睁着眼睛盯着 别人有心害你 你又能躲得了几时 你还真看得开啊 我自问这么多年 都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 我相信老天爷不会捉弄我的 放心吧 你做生意做了那么多年了 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 话不能这么说 做生意有输有赢 不过只要 问心无愧就行了 怎么了 我只是在想 有几个生意人敢说这样的话 就连当年 你刚开始起步的时候 你也没做过任何对不起生意伙伴的事 生意场上的事怎能说得清谁对不起谁 前面过不去 我怕来不及了 我走过去 你自己看 往后退 张老板 照片上这部车是不是你名下的 是 但是我们已经报失了 你只要回答我是 还是不是 是 根据警察局的记录 报失是在案发之后的早上 是 那时候我才发现 这样太巧了 现在我可以推论 他是在作案之后 弃车而逃 谎称车子丢失 我反对 反对有效 我申请让吕洛探长出庭作证 传吕洛探长 站住 让我进去 先生 我们就在这说几句 怎么只有你来 马文豪呢 好可他还没到吗 怎么回事 我们半路上堵车 马老板说自己先来 他应该早就到了 快派人去找 好 辩方律师 还有新的证人要传吗 没有了 那好 传最后一名证人 林一平警官 林警官 你说在案发现场看到了这部车 你确定吗 我确定 但这辆车已经暴湿 是的 林警官 那天晚上 你有没有看清楚车里的人是谁 天太黑 我没看清 但是那个人不是他 我看到一个背影 肯定不是他 他怎么 他刚才不是他 怎么又歪了 又去 怎么这样就变了 出来 李律师 这次辛苦你了 赵老板 您这子不最释放 说说感受吧 各位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 对不起啊 我赶着去工地补贬多说 请大家多多关注 我们东亚信托银行投资的无存计划 谢谢大家 张老板 这件事情我不便多说 张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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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抬一抬 莫白 我们回家吧 老板 老板 公司有急事请您去一趟 找到闻好了吗 还没有 兄弟们都在找 你先回去 我们走 莫白 张老板 张老板 您谈一谈 您的工地现在停工了 您准备怎么样恢复呢 张老板 您说一说吧 张老板 对不起 明镇 那么 对不起 嗯 对不起 昊哥 得罪 给马老爹松绑 马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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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认得这个仓库吗 你够狠 你不但杀了我的人 还把王老爹的儿子小命也搭上呢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说你做得好 我跟王老爹是世交 这一下子我们就彻底断了关系 换了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会这么干 案子结了吗 嗯 张老板已经没事了 哎呀不过 虽然他没事了 不表示你也没事了 警察肯定还会追查下去 毕竟是好多条人命啊 嗯 我自己做的事 我自己会承担 是条汉 哎呀不过 要是我的人 替我干了这么漂亮的事情 我肯定不会让他一个人承担的 张莫白是个好商人 但是他不是个好老板 你到底想说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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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妈老弟啊 我非常欣赏你 你以后跟着我干嘛 警察那边已经摆平了 绝不会有人再追究 以前你我的仇恨 我也绝不会再计较 跟你干 嗯 我知道 妈老弟 你是个实时务的真豪杰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又比大买卖需要有个人合伙 确切地说 需要有个东亚信多的人 你凭什么认定 我就是那个人 因为我看得清清楚楚 你不只是给张莫白打工 你是想取代张莫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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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上次拿皮纹买的那匹水 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家长又给员工发了生活用水 我们乌村那边 明天必须得停工了 那就先停工两天 可是 如果这样下去工期又会拖延 公司损失会更大 老天爷不下雨 我们也没办法 你先安抚一下大家 再准备一笔流动资金 过两天实在不行 就去黑市买 好的 老板 没事吧文浩 没事 被齐满轩的马仔困住了 没事就好 官司暂时解决了 下一步会怎么样 走着看吧 不听说工地停工了 你回来得正好 这件事只能你去办 我相信肯定有人在退水 你去找个稳妥的供应商 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您放心 没想到那个小警察当庭反口 本以为至少能拖上一个礼拜 让东亚信托的股票 可能跌下来 哎呀 绿探长 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哎 我告诉你 我现在找到了更好的机会 你可以从中大赚一笔 你是说水 哎 现在张茉白的工地 已经全面停工了 嗯 现在找黑市的渠道 那你怎么能保证他一定会跟你买 哈哈哈哈 等他知道跟谁做交易的时候 他早就逃不出来了啊 哈哈哈哈 来 干一杯 嗯 太太 汤来了 哎 哎 哎 莲贵 先别盛汤 哦 我怕太早成了会凉的 哎呀 最近老爷的心事很多 又很烦心 是时候给他好好补补了 是 太太 您的心意老爷会知道的 哎 莫白你回来了 老爷 饭菜都准备好了 莫白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是不是工程出了什么问题啊 哎呀 缺水嘛 多少都会有影响的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的 哎呀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你可别忘了 东亚可是咱们俩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家业 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不能过问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 是不是又是那个丫头 现在她是你的左膀右臂了 所以你就不再需要我了是不是 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我怎么就无理取闹了 我今天为了你的工程 一个下午都在求李太太 她的妹夫是自来水工厂的 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呢 好 你觉得我无理取闹是吧 行 我什么都不管了 让你那个陈嘉玲去管吧 我还有点事 你慢慢吃吧 怎么没有汤啊 水都拿去给你洗头用了 哪有汤啊 小姐 老爷回来了 张伯伯你来了 给我拿副碗筷 坐 你还没吃饭呢吧 家里太吵 我想着你这比较清静就过来了 怎么样水够用吗 才不够呢 我都没水洗澡了 宝林 我知道了 温豪回来了 我让他去办了 很快就会有水了 工程上的事情要紧 就别为我们操心了 先不说这些 老爷 吃饭吃饭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这里可以听到蝉鸣 心里很安静 陷水的事对工程压力很大吧 可我听说 你还让工人把水分了带回家 他们都没有水生活了 还怎么干活啊 你真是个好老板 这都是应该的 你忘了 乌村计划本来就是给低收入的人盖的 我也希望他们生活好了 或许这些工人将来就是我的客户 说得你处心积虑似的 我还不知道吗 你就是心软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 我也不知道 不过你也说了 在需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狠下心了 否则我就是个失败者了 嘉琳女人 为了达到你的目标 不也可以变成一个心狠的女人吗 阿凉 小心点啊 好嘞 阿凉 来来来 没事没事 来来来 嘉琳 真的辛苦了 应该的 你别客气了 哎呀 上次我们虾球那么说话 你还让阿凉到黑市给我们弄水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虾球对我有点误会 不过没关系 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谢谢嘉琳 鲍林呢 好吗 鲍林她很好 功课很好 人也开朗 以后一定会比我有出息的 那就好 那就好啊 你能不能够消失了 我把你都想要出息 这事 我会想要给你 你怎么这么一切 你当你消失了 你消失了 我最后的事 让你消失了 你消失了 我做得了 你消失了 你消失了 我对你消失了 你消失了 没事 都过去了 姑妈 我明白 我也穷过 现在宝林已经回来了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不是很好吗 对不起 嘉莉 对不起 都是姑妈害的你 是姑妈的错 你才会和张老板在一起 是我的错 姑妈 没事的 我跟张先生真的没什么关系 我替他工作 是我凭自己的本事 对了 你上次打听 我们陈家银行的事 我这两天好好地想了想 我记得 你爸爸以前喝醉酒的时候 有几次提到过 那个害他把银行卖掉的合伙人 什么人啊 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他倒没说 他只是说 那个人一直很眼缠我们家的银行 他把你爸爸的钱骗完以后 自己也死于非命 到头来 还是没有坐上银行董事长的位子 真是恶人有恶报啊 还没当上董事长 他就死于非命 怎么 这不对吗 这就叫做 人在做 天在看 老天是有眼的 对 老天是有眼的 对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不是他 我早该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 陈小姐 还真是你 这么巧 我听说你回来了 你的伤 没事 谢谢你关心 你来这儿 我给我姑妈送水来了 对了 缺水的事 有什么事我可以做的吗 黑市的事情 陈小姐不方便涉足 就不用操心了 那黑市之外呢 我有什么可以做的 老板找关系拿过皮纹 不过是杯水车薪 现在香港的水 很大一部分已经被人控制住了 除了跟他们交易 别无他法 什么人这么有办法 连张老板都只能妥协啊 妥协是做生意最重要的本事 陈小姐 你还是慢慢学吧 对了 如果你家里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帮忙 可以随时联络我 毕竟 我欠你一个人情 马先生的人情 我才不会用在这种小事上呢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还有 谢谢你提醒 提醒 Mr. Jones 既然屋存计划是跟政府合作的 那有没有可能借助港都的力量 现在求他的人 肯定都挤破了总督府的大门了 嘉林 你认为你有那么特别吗 不是是怎么知道 再帮我一次吧 只要能够再见港都一面 对了 嘉林 正好下周在总督府有个茶会 但这个茶会是针对英国人 我不确定能不能带你进去 茶会 那需要人弹琴吗 当然 老爷 来 喝汤 这碗汤献给雪林 她现在需要补补身子 不用了 爸爸 您先喝吧 我待会儿自己盛就可以了 让你喝你就喝 别婆婆妈妈的 来 雪林啊 你看老爷对你多好呀 你可要给我们生个 百倍徨徨的孙子 放心吧 西洋大夫我也看过了 都说没有问题的 太好了 现在是诸事顺利啊 对了 这得感谢雪林啊 一个大孙子就把我什么事情都给逮忘了 最近生意不错呀 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啊 这一笔我要是把它捞过来 我孙子日后的日子就全铺平了 那是什么声音啊 那是什么声音啊 跟我们说说嘛 老爷 汤 汤 什么汤啊 水 真的老爷 那你也费一点给我们嘛 握转手转一点 对雪林也是有好处的 哎呀 什么事都有你啊 好了好了好了 回头再说啊 先吃饭 来 雪林 增加点维他命啊 哎 雪林 怎么了 雪林 啊 怎么啦 你怎么了 肚子 哎呀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请大夫 哦 王妈 王妈 大夫 孩子怎么样了 孩子没事 大人也没什么大碍 只是少夫人身体底子弱 需要补养 那就好 那就好 哎 令夫 明天到我公司拿支票 给他好好补补身子 哎 放心吧 大夫 你再好好拔把脉 看是不是男孩 嗯 确实是男孩 您放心 我不会诊错的 哎呀 老爷太好了 好好好 来来来大夫 外边喝茶 哎 对对对 谢谢大夫 来来来 大夫请 来来来来 这边请这边请 好好照顾他 呗 大夫 这边请 来 行礼 谢谢 帘 我真的很担心 我真的很担心很害怕 怕什么呀 你没听大夫说啊 就是缺乏营养 孩子没事的 可是 我真的压力很大 可是我真的压力很大 我真的压力很大 现在 生的是一个女儿 你还是那么疼她 你还是那么疼她 当然了 我会更加疼你们的 一大早谈什么情啊 吵死了 宝林 姐姐 这两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乖一点啊 来了来了 李妈 阿良 阿良 你怎么来了 佳麟 我是来跟你说一声 我去买水 但是不知道哪个黑心的商人 控制了水架 能买四桶水的钱 现在连两桶都买不了了 什么 那钱还够不够啊 我拿钱给你啊 麻烦你照顾我姑妈和姑父 那好 谢谢你啊 嗯 再见 你不给我买水洗澡 却给那个人钱 那钱是给姑妈的 我不管我不管 我就要洗澡 你 李妈 你帮我跟司机说 我要去大姐家 大姐怀孕了 你别去打扰她 大姐喜欢我去看她 再说她家那么有钱 绝对有水洗澡 小小姐 小姐 你不认识了